大家我是Paul 周五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我们来看两个笑话 有到周五了 笑话日 第一个是医生跟一个律师 你知道医生跟律师常被当成玩笑的对象 OK They are always the butt of the joke 好 然后他们在一个派对上聊天 So they were talking at a party 我们就来先读下去 Their conversation was constantly interrupted by people Describing their ailments And asking the doctor for free medical advice 我发现我们讲笑话一定要边讲 边读边讲 否则的话如果先读完 你都已经笑完了 我再解释 你都没兴趣 所以他们的对话 持续的 constantly 被打断 interrupted 这个interrupt 就是很多外国人 你看到inter的念法 那个ter都不是t 都是n 所以interrupted 当然我还是习惯interrupted 我个人没有很习惯把它念成 就那个n的 像网路也是啊 internet 但你看很多的美国人 尤其是要讲这个 The internet 我自己也不是很习惯那样的发音 所以那就算了 虽然说勉强学是学得过来 所以他们的对话持续被打断 interrupted by people 被什么人呢 描述他们的一些 alments 就病 描述一些病 然后问这个医生 一些免费的医学方面的意见 so and asking the doctor for free medical advice after an hour of this the exasperated doctor as the lawyer 所以在一小时后 这个exasperated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讲的两个 很值得看的字 exasperate就是被人家搞得很烦 so the doctor became exasperated 那另外一个字叫做exacerbate 那exacerbate是把一个东西弄得更糟 更暴力 更更狂乱更更 bitter 或者更严重变严重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跟make words有点像 我们把发音来调整再调一下下 因为我发现我的那个line的那个群组 所以要是你不知道的话 我们现在有一个line的群组 那你可以反正免费加入 那是一个感谢Andy其中一个我们的朋友帮我们设置 那你可以在里面 你可以在里面 就是找一段话啦 然后把它录起来 然后我听了以后 当然我多半都是一天的结尾的时候 可能是两三点才听 那可是这个东西无常 所以你要你奈我何 反正我会听 然后我可能会给你一些些发音上的建议或这些的 所以我发现到蛮多同学是对发音的这个调整是有兴趣的 那所以我们在影片中 我们也把这两个字念清楚一点点 你看到这里有清楚的s 所以它的发音就是exas 然后再来是parate exasperate exasperate 那下一个是exas 因为有cer 所以虽然也是s的发音 可是它有er在后面 所以它一定念成sir 对不对 所以这个字念成exas cerate exas cerate 那这里的s后面没有母音 所以你不要念成exas cerate 大概不会念成这样了 exas perate exas perate exas cerate exas cer 好 所以一个是把东西变更糟 一个是就是不太爽 不舒服 烦 这样子 所以这个很烦的医生 so after an hour of this the exasperated doctor asked the lawyer 所以这个被弄得很烦的医生 就问了律师了 what do you do to stop people from asking you for legal advice when you're out of the office 所以你会怎么做 停止人们 不要再问你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刚看到medical advice 医学上的问题 那律师可能会被问legal advice 所以advice这个字应该没问题了 你前面加个形容词 医学上的 或者法律上的建议 当你已经不在办公室的时候 你怎么阻止人们做这件事情 when you're out of the office 然后律师回答说 i give it to them replyed the lawyer 所以lawyer就说 呀我就会给他们 你要问我法律问题 我就给你 and then i send them a bill 然后接下来 我会送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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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知道怎么讲 单据吗 送一张 那个 呃呃 账单给他 账单这个都卡了那么久 超白痴的 so and then i send them a bill 我就送一张账单 因为我给你的legal advice 你要付我钱嘛 对不对 so the doctor was shocked 医生整个就震惊了 哇塞 怎么可以送账单给人家 but agree to give it a try 他就同意 我也来试试看好了 你要问我医学方面的建议 那我就要送你钱嘛 对不对 the next day still feeling slightly guilty 所以隔一天 他还是觉得有点guilty 有点点内疚 那但是他还是这么做的 the doctor prepared the bills 他就来去准备好这些账单 要去寄给 昨天问的人了 对不对 那我们也不要懂 为什么他可以知道 那些人的地址之类的 我们假设就是朋友们 或知道就是 when he went to the place then when he went to place them in his mail box 当他去把他这些账单 放到他的信箱里 要被拿去收的时候 he found a bill from the lawyer 所以他拿这些去寄的时候 他发现他的信箱里面 有一张律师给他的账单 因为他昨天问了律师 你都怎么办呢 然后比如说 我会给他们legal advice 就像我现在给你advice一样 所以我现在给你advice 为什么要收钱 好这个就这样 第一个笑话 还OK 不会很困难 蛮简单的 来 看下一个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生智 必须要说 但我们就看两个笑话 开心一下就好了 所以这个人说的是 a man on his deathbed was speaking with his wife 所以这里的 有一个英文词就叫deathbed 我们中文 我觉得好像不太有这个概念 你会死掉 你会死在这张床上 我们就叫它deathbed 中文有这个概念吗 好像没有对不对 我们可能会觉得 你现在躺在床上挨着默契 可是说不定心里还是会觉得 I don't know you die somewhere else 你说不定是起来 然后我推你去晒太阳的时候 然后你死掉了 难道那一张床 你睡的还要加个deathbed吗 是不是蛮奇怪的 或者我们心里面 可能都还有这么一点点 痴心的妄想 会觉得说我还是会好的 所以这个deathbed 听起来有点不详 在我们这个中文的文化里面 可是英文就有的 你躺在那边 然后你大概就会死在那了 那就是你的deathbed OK 我们多讲另外两个 跟死有关的词 有一个词叫dying wish 有一个词叫做death wish 那假设我跟你说 其中一个是你死前的遗言 是哪一个 是death wish还是dying wish 答案是dying wish 那death wish是什么 death wish是我希望你死 诅咒你死掉 OK 所以这是一个 受人家去死 dying wish则是 遗愿 我刚讲遗言可能有点习惯 OK 遗愿 dying wish 那death wish 希望人家死掉 那这不行 OK 好 所以补充了一下下 算是有点内容 不要只是在那里讲两个英文笑话就算了 来我们看下来 所以他在这个deathbed上 跟他老婆讲话 Helen He said We've been through so much together Do you remember when the shop burned down and we lost everything of value we had in this world We had to start over from nothing But you were by my side 好 他第一个说 他老婆叫Helen We've been through so much together 我们人生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你记不记得 Do you remember 当我们那个店烧掉的时候 When the shop burned down 当我们失去了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 We lost everything of value That we had in this world 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所拥有的 有价值的都没了 We had to start over from nothing 我们就得从零开始再一次 但你却在我的身旁 But you were by my side 那他的老婆呢 Solemly replied I remember dear Solemly是什么 Solem是什么呢 很庄严的 很隆重 很庄严的就会 Yeah I remember OK 那Solemly也会用在 我们很常看到出现在一个地方 就是那个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 你知道美国总统宣誓就职 一手放圣经上 然后说 I Barack Obama Solemly square 我很隆重的宣布 发誓 我会 我会这个 把美国总统的职位做好 什么什么之类的 好 这个OK 所以他老婆很隆重 很庄严的说 I remember dear Helen He continued 他就继续说了 When our son was killed In that terrible car accident I was heartbroken I didn't think I could go on But you were by my side 好 当我们的儿子 死在那个糟糕的车祸中的时候 我整个心碎了 所以heartbroken是被动的 有没有heartbreaking这个词 我们既然再补充的话 再多补一个 这个词叫做 heartbroken 那有没有heartbreaking 有 heartbreaking是把 把别人的心给弄碎了 所以假设你是个男生 你一天到晚换女朋友 你就是一个heartbreaking man because you go around breaking girl's hearts 听懂意思好 那你被人家分手了 you are heartbroken 那这个词 还很有趣 可以把它变成被动的 就是 对不起 不跟你讲被动 你的heart可以放到后面 然后心仿佛是个动词一样 可以变被动的 所以这里一个词叫做 broken hearted 也是正确的用法 而且因为这几个词 都因为太常使用 你知道 这种叫做 复合形容词 我们一般会中间有一个hyphen 所以例如说 这里放一个hyphen 也没问题 broken hearted 放一个hyphen 也没问题 heartbreaking 放一个hyphen 也没问题 可是因为这几个词 都因为常见太久了 所以你把hyphen拿掉 也没问题 英文的词就是这样 像有一个词叫做 我很直白一个人 straight跟forward straight是一个字 forward是一个字 放在一起 如果你把中间 没有空格 也不用hyphen 这个字也早就已经没问题了 所以这是一个 复合形容词的眼镜的 必定的规则 大家用久了 中间那个hyphen 就可以不见掉了 空格都不用了 变成是 好 这样OK so I was heartbroken 这里没问题 他整个心都碎了 他不觉得 他的人生可以继续走下去 I didn't think I could go on but you were by my side 但你还是在我的身旁 His wife began to softly cry 他老婆开始 很轻声地哭泣 I know dear 我知道 and now 现在 the man went on 他就继续说 I'm about to leave this world in my final moment where are you 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在我这最后的一点点时刻中 你在哪呢 His wife sobbed sob就是 这就是sob OK 他老婆就sob了 right here by your side dear 我就在你身边了 Helen the man said I'm beginning to think you might be bad luck 所以他说我开始想 或许都是你住谁啊 OK 你带衰 所以sharp烧掉了啦 儿子死掉啦 现在连我都要死了 你比马英九握手还厉害 所以 OK so you might be bad luck 好 我们讲完了 需不需要复习啊 不用啦 说实在 今天没几个字 solem 庄严尊重的 隆重的 然后刚刚说了一下 复合形容词的一个小规则 久了以后 hyphen就不见 也不用空格 然后前面讲的这个 疑怨 叫dying wish 揍人家死掉 death wish OK death bad没问题 那今天讲的这两个字 大概我认为才是重点 exacerbate跟exasperate 好 希望这对你有帮助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